焦点要带您关心到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 明天将陆续到新北市 帮市长参选人林佳龙来复选 那么这也是赖清德首场复选站台 特别被解读说选在了新北 就是要提前跟2024的潜在对手侯友宜互别苗头 但是呢根据了民进党内部的民调显示 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将近50%的支持率 大胜林佳龙的26.3% 换算下来相当于相差了50万票 东运计程车司机热情商挺林佳龙也顺势宣布新政见 如果当选新北将开放扫黄司机中午免费停车 新北市政府的路边停车就是可以免费 近老爱心卡会纳入搭乘计程车 不过根据民进党做的内部民调 以新北市传统绿营票仓新装的40万人口来看 民众支持侯友宜担任下届市长 比例高达49.9% 林佳龙支持率只有26.3% 侯友宜领先23.6个百分点 以2018年投票数而言 大约相差50万票 民调有高有低的市政电设潜力以赴 侯市长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五成以下 那因为挑战者的支持度 比较不容易在民调里面反映出来 包括府院党团 大家都投入到新北 数字差距是警讯 虽然这份民调以视化为主 绿营在年轻族群支持度普遍偏高 实际差距可能会缩小 不过民进党已经决定请全党之力 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 15号会接连到新北辅选 而这更是赖清德2022选战中 全台首场造势 蔡总统是每周来 赖副总统的第一次从新北出发 团结的打败分裂的一方 新北市的市政建设的发展 需要总统和副总统多多给我们关注 不过赖清德侯友宜都是下一届总统热门人选 辅选成效也被视为2024前哨战 林佳龙对决来赢最强母鸡 党内要脚轮番站台 气势不能输 记得新北综合报道